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说 中国已经将地对空导弹 运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永兴岛 并且说两套导弹系统属红旗九型 其中包括配装的雷达器材 这份报道引起了菲律宾政府的高度关注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埃德温·希拉尔达 星期三说 我们继续监视那里的情况 希望继续核实 有关中国在那里已经部署导弹的报道 一旦预以核实 我们将要求国防部发表声明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还说 我们再次强调 鉴于我们的海域内贸易频繁 加剧这种形式 或者有可能使这种形式升级 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南中国海形势的最新动态 引起台湾方面的关注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少将 对路透社证实 中国军方已经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 后任总统蔡英文 星期三说 主权争议的事情上面 是呈现一个比较紧张的态势 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各方能够秉持和平解决南海争议的原则 另外日本也关注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部署导弹的动态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三说 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 例如大规模填海造岛 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 用于军事目的 这些加剧紧张的行动 引起国际社会共同担忧 日本高度关注有关动态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情况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